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3月23号星期四 20年前 2003年的3月20号 当时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下令攻击伊拉克 到现在20年过去了 然后不断的有人提起这场战争 但是像美国有点好像想要集体遗忘一样 就好像不想记得这场战争了 但是美国不想记得 别人还记得不断的要把伤疤揭开 然后在上面再撒点盐 不断要这么搞 关于伊拉克一直有争论 曾经在咱们简体中文的媒体上 都是说伊拉克 说伊拉克在美国把萨达姆推翻了之后 伊拉克获得了自由民主之后 飞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 说被美国大兵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 建立了一个人间天堂的伊拉克 说以至于伊拉克被美国解放之后 自由民主之后发展过于美好 以至于中文媒体到后来都不太敢报道了 就觉得好像政治不正确 一这么说的话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都说 说就希望中国像伊拉克这样 让美国人打过来 然后被美国人占领了 然后让美国大兵送来了自由与民主 然后中国也就可以美好了 但是后来出了很多问题 伊拉克后来跟伊朗搞得越来越近 以至于苏联曼尼也是在秘密访问 伊拉克的时候被美国炸死的 后来前一段时间我也报道了 说伊拉克要跟中国越走越近 开始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时候 都是用人民币计算 但是往中国出口商品是他不说 但问题是从中国你进口商品中 人民币计算之后 你赦的这个账 你后面你出口的时候不就要补回来 所以他是以美元计价 但是你人民币来结算 伊拉克现在给人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跟伊朗跟中共越走越近 跟美国越走越远 现在就是说伊拉克已经站在悬崖边上了 就认为伊拉克马上就要变成一个 就自觉于文明社会的流氓国家 跟阿富汗一样 阿富汗曾经也是 阿富汗也是被美国占领了之后 20年说民主之后 飞速发展 人民安军乐业 说以至于就过于美好 以至于中文媒体不再敢报道 后来美国人跑了 塔利班又打回来了 然后现在说阿富汗是一个 自觉于文明社会的流氓国家 反正当然后来说俄罗斯不也是吗 说前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自由民主之后 飞速发展 以至于你懂这意思吧 就这么个情况 所以我们看看20年之后 这伊拉克到底怎么回事 当然有中文的媒体也在分析 因为20周年 大家都在写文章都在分析 有中国文体 我觉得分析的 当然就是说有点偏中国 我觉得不太好 所以我们拿一个大白左的媒体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就发文说 一战20周年 美国的惨痛代价 以此作为一个 一篇报道 我都认为纽约时报 毕竟它是美国媒体 而是一个大白左的媒体 我觉得会相对来讲的 就公正客观一些 咱先看看 纽约时报 就美国媒体怎么说 怎么评价20年了 怎么评价这场战争 然后我们再说 中文媒体的说法 好吧 先看 这是纽约时报说 纽约时报说 在布什向伊拉克派兵的 一个月之前 当时时任的官务部长 拉姆斯菲尔多收到警告 说战争不要打 战争打完之后 可能会消耗国库 数十亿美元 打这仗没有什么意思 而且认为伊拉克 当时已经不行了 因为老布什发动了 第一次海湾战争 小布什他儿子来了 把他爸没打完战争 又再打一遍 打了第二次海湾战争 然后拉姆斯菲尔多 当时充满了极致的傲慢 对负责伊拉克战后重建的 推一中将 这个叫杰伊加纳 就说 说我的朋友 如果你认为 我们打个伊拉克 会在那里掏出 十亿美元 会在那里 那你就凑得离谱了 我们不可能花那么多钱 后来两万亿 二十年两万亿 说2003年3月20号 布什总统下令 对巴格达发断空袭 二十年后的今天 这场战争 依然在美国 华盛顿的权力中心 被普遍视为 是一场失败的决策 是一个应该得到 深刻吸取的教训 说是二十年 美国在伊拉克 花了大约的两万亿美元 扔进去这么多钱 而且这个价钱 都不足以概括 这场战争 给两国造成的所有损失 然后咱看美国这边的数据 美国这边数据 跟中国这边数据不一样 但反正咱看美国数据 美国数据说 根据美国 布朗大学的这种战争成本研究 说认为差不多就 8500名美国军人和美国合同工 在这20年内在伊拉克丧生 有多达30万美国人回国之后 出现了创伤后应急障碍 在这场战争 以及随后8年的美国的 美国全都打了8年 然后他打了8年 后来那十几年 又扶持着一个傀儡政权 但是后来也不行 反正是在阿富汗 不也维持了一个傀儡政权 当时拜登信誓旦旦说 我们在这建立了30万正规军 不可能我们一撤离 就被塔利班占领了 结果美军还没撤离 就被人堵到机场了 最后连美国人在机场 都被打死了 简直就见了鬼了 有30万美国人回国后 出现创伤后应急障碍 在这场战争 已经随后8年的美国战争当中 美方认为 有50万伊拉克平民的丧生 但是美国他只计算了这8年 按照中文媒体的计算 就是说这战争实际上 在美国战争8年之后 到了2011年 后来又出现什么ISIS 三招孩又开始肆虐 他认为这个也跟美国有关系 由于美国把什么萨达姆 卡扎菲 全都弄完了之后 在中东地区 形成了一个全力真空 塔利班后来也撤了 萨达姆 全力真空之后 就出现了ISIS 然后在整个中东地区的肆虐 后来在伊拉克又造成了 大量的这种死亡 后来伊拉克又发生了内战 反正弄得乱七八糟 乌烟瘴气 所以美国就只承认 美国说我们那儿就战了八年 你这八年死了五十万就完了 你后面又 后面又不二十年 前后八年是美军那儿战 后来美军撤了之后 那十二年又死了五十万平民 美军说这跟我没关系 你们自己内战 问题是不是你搞成这样之后 后面哪来了这么长年的内战 对不对 所以要一般 就是说海外如果计算的话 就认为美军在这造成了 都一百万伊拉克平民的死亡 美军只承认前十八年这五十万 后面那你们自己乱 跟我没关系 我已经走了 但是就不讲道理了 你就不讲道理了 对不对 你走了之后 他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 对不对 所以连年内战没了没了 然而说现在回想起来 开战之前 拉姆斯菲尔德曾发誓 说绝对不会发生的这种情况 简直就是 不知道说什么了 而且他说失败的后果 影响了整个后面一代的 美国政治家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 说这场战争 严重损害了 美国情报机构的声誉 加剧了对美国军方领导人的怀疑 这场战争帮助的那些 愿意利用这种怀疑态度的 政治人物来上来 从2007年 在反战情绪高涨中 首次当选中研议院议长的佩洛西 佩洛西就是以反战著称 后来到了川普 川普在2015年 谴责这场战争 是人类的巨大的伤害 并抨击了这场战争的 共和党的策划者 认为这些人都是借这个议题 才能够上来的 说伊丹赫战争的最大遗产 是人们希望 永远都不要再重蹈覆辙了 然而 他说 但是20年后的今天 说不仅是民主党人 就连共和党人 越来越反感美国的海外干涉 然而不耽误 接着往乌克兰派东 不好说派兵 但据说 其实是CIA招募了一些 就是说志愿者 你说这算什么 说不清楚 说现在 共和党两位总统候选人 都可能要竞争的 就是川普和德桑蒂斯 都在选择的这种孤立主义 德桑蒂斯尚未宣布参选 但他在上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他说 虽然美国有许多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 但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领土争端 不在其中 这不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所以他的意思 也就是说 他来说 他都不管 川普都说 我上来就一天之认 就把问题解决掉 就别人来赶快停 然后 纽伯尔德在战争前夕 在伊拉克战争前夕 任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行动主任 在当时来讲 他的反对声音 非常的罕见 因为当时基本上都认同 不适合去打伊拉克 只有他的反对 他认为 当时的伊拉克政权 已经被制裁 严重削弱 对美国根本不构成威胁 所以再花这么多钱 这么多时间 这么多人力物语 去打这样战争 毫无意义 但是他的争辩 无济于事 但最后还是事实证明 他说是对的 20年后 纽伯尔德说 对那次战争的投资 是以牺牲美国当下 备战状态为代价的 我们将那么多钱 花在战时行动上 使我们用于未来 技术预算的资金减少了 他说 你看看 现在中国军队的 超高音速导弹能力 以及中国部队的规模 相比之下 我们的海军舰艇 空中中队 和陆军旅的数量在下降 你不得不承认 我们实际上 还不如2003年的时候 那么强大 克林顿政府时期的 助理国务卿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 马丁·因迪克称 说伊拉克战争 对于美国来说 在所有的层面 都是彻头彻脑的灾难 然而 在当时决定 是否授权 使用武力的 国会议言当中 国会最后授权了 却基本上 根本就没有 对这件事情展开过 充分的讨论 就没有认真去思考 莫名其妙就开干了 而且他说中情局领导的 美国情报机构 因为美国在伊拉克的情报失败 声明扫地 严重受损 说中情局当时 为布什政府的战争理由 提供了证据支持 就是什么 就是他认为 赛拉姆和弹的 这种大规模山洋性武器 还记得那谁 那不拿出来一个 包边不拿了一个什么 他们家的洗衣粉 拿了一罐洗衣粉出来 对 然后就是说 可以说名誉扫地 然而20年之后 中情局没有任何的改进 依然还是胡搞 说战后几个例子 第一个 就是2017年 当时中情局说 有证据指责 说是俄罗斯干涉了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 所以俄罗斯的帮助之下 川普能当选 说是俄罗斯选择了川普 那你说俄罗斯选择了 维尔史密斯不完了吗 对不对 他不靠谱 你懂吗 他选一个政治人物 选了川普 因为都找了 然后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 做出就认为 这个是高度置信的评估 认为就是普京选择了川普 然后国家安全级还不错 给出了第一党的 中和信度的置信度 然后就成立了独立检察官 查了一年多 最后导致中情局 就是颜面扫地 根本就扯淡 完全扯淡 就是整个伊拉克战争之后的情报改革 在这次也被证明了无效 就03年打断之后 到04年就发现伊拉克什么都没有 过了几年就查了个底调 把伊拉克翻了个底调 发现没有任何什么大规模 什么毒气 什么都没有 而且连这个意图都没有 连这个计划都没有 你知道吗 中情局已经名誉扫地了 那之后就对整个中情局进行了改革 中情局这不胡扯吗 就到了2017年 依然如此 十几年过去了 整个美国情报改革 最后改了个寂寞 说伊拉克战争 对美国造成了更深刻的 是影响了征兵 影响了兵役 说2001年911 发布恐怖袭击之后 美国上下的义愤前膺 美国征兵人数 飙升至珍珠港事件以来的最高水平 很多美国人就都激动了 要开干 美国上下都弥漫着 这种同仇敌忆的情绪 最终有150万美国人 在伊拉克服役 但是后来伴随着大量的伤亡 合到最后 对这种战争正义性的幻灭感 刚开始都认为 伊拉克什么支持的基地组织 伊拉克什么大规模杀伤 就去了之后发现了萨达姆 跟拜登两个人互相瞧不上 互相敌顿 互相拆台 然后伊拉克什么也没聊着 连洗衣粉都找不着 整个就这种正义性的幻灭感 导致整个征兵人数持续下降 说去年到2022年的数字 比陆军的目标低了25% 就陆军最后只招生了他响 招生了75%的兵源 导致兵源现在严重不足 所以他说现在看起来 对于当时布什总统的决心 从萨达姆手中解放伊拉克 事实最后只能证明 美国的的确确推翻了萨达姆统治 然后把伊拉克交给了伊朗 现在伊拉克受伊朗影响特别严重 这是纽约时报的观点 然后咱说完纽约时报 咱看看一些中文媒体的观点 好不好 纽约时报我觉得可能还嘴下留情了 还稍微就是说偏向一点点 中文媒体就别扯到了 看着 中文媒体直接就说 小布什当初一口咬定 说伊拉克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 当时只有英国支持他 愿意跟他一起出兵 在没有联合国授权之下 对伊拉克出兵 国际社会严厉批评 全球各地反战示威四起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 除了英国美国西班牙之外 所有的国家 连法国都反对了军事行动 只有三个国家的支持 然后只有英国和美国出兵了 完完全是单方面的这种入侵行为 然而20年过去之后 美国现在对伊拉克战争 选择的叫集体实意 都忘了这件事了 这当时彻头彻尾的 完全没有道理的 没有理由的这种虚假原因 对另外一个国家进行了这种入侵 说到了今年2月份 2023年2月份 总统拜登当时他说 他说乌克兰战争 是世界 二战之后 世界近80年来 唯一一场的大规模入侵 说超过10万兵力 入侵的乌克兰 是自二战以来 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他说 你说完这话 还不到一个月 变成伊拉克战争20周年 说你当时身为参议员的拜登本人 也为入侵伊拉克投下了赞成票 说选择性遗忘了美英联军 莫名其妙的 毫无理由的入侵伊拉克的这个事情 这个 对 就选择性遗忘 而且当时你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 没有人支持你 你单边胡搞 对不对 说之后呢 在这个小布什之后啊 一任又一任的美国总统誓言 说不会再发生的类似的伊拉克战争了 而且美国呢 也不愿意再卷入战争 但是现实情况呢 美国不断不断的卷入各种战争 连乌克兰呢 也不例外 说联军入侵之后呢 造成的死亡 这中方媒体认为啊 有100万 而且死者呢 多为贫民 美方呢 只统一了8年 其他的中文媒体都统一了 就是说20年 说你在这20年胡搞 后面这10年 就不算你 那不算完啊 然后呢 小布什的所谓的大规模杀性武器 化学武器 核武或毒气 美国翻遍的伊拉克呢 始终没有走到 同时呢 美金在伊拉克的各种的这种丑行 恶行呢 这个不断的被爆出来 酷刑虐待战俘 屠杀贫民 性侵囚犯 等等等等的 这个网上一大堆 这你们自己看就得了 好不好 所以说呢 这个假如说是 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干了这种事 那还得了 那还不理 那还不理 普京骂成是希特勒 对不对 结果美军呢 在这干了这些事呢 然后呢 这个不许提 谁提呢 就是什么 这个泄露美军机密 是什么的 这都胡扯 然后呢 说 然后呢 美国呢 当时曾经希望呢 把萨达姆政权的拉倒 植入民主制度 在中东呢 形成一个骨牌效应 但是最终呢 也没有发生 20年来呢 伊拉克支离破碎啊 近三分之一民众呢 在贫困线以下 等于相当于有1200万万人 都生活在那贫困线以下 2019年 伊拉克的青年失业率呢 25% 这还在疫情之前啊 2019年啊 那到疫情的时候 就更扯淡啊 嗯 然后呢 这青年失业率25% 什么概念呢 由于近20年来啊 伊拉克是年年征战 不断的内战 恐怖组织 胡搞啊 说伊拉克呢 60%的人口 在25岁以下 这什么概念呢 就是25岁以上了 就死的差不多了 不是打仗就是这 要不然呢 就是说缺医少药 就死啊 6% 但是一个非常青年的国家 你知道吗 你看中国和日本 现在都是因为太过于长寿了 日本平均寿命 好像是80多 中国现在好像平均寿命 差不多也将近80了 所以导致呢 这个都进入老年社会啊 一个国家三分之一 都是什么65岁以上的老年人啊 所以呢 他们说也不错 要美军要是打来了中国呢 中国也是连年内战的 估计这个60岁以上的死 不要说60岁以上 25岁以上 就你死的差不多 死到最后呢 这个国家60% 对25岁以下 所以伊拉克是个非常年轻的 有朝气蓬勃的一个国家 因为老年人都被宰得差不多了 都被屠杀殆尽了啊 你想一个国家 10个人 人里边有6个都25岁以下 你说这国家死成什么样子了 而且呢 主要呢 说呢 是这个 奥巴马呢 在2010年的时候 还宣称 说我们美国在伊拉克 已经尽了我们的责任 然后呢 仓促宣布呢 结束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啊 奥巴马当时说 他说我们是时候呢 翻开新的一页了啊 我们要 我们走了啊 后来奥巴马还给了什么 诺贝尔这个和平奖吧 后来到最后 他们就问奥巴马说 为什么这个诺贝尔给了你和平奖 奥巴马说 我也一直想搞明白 我也一直没搞明白 然后呢 奥巴马呢 还是在这个民主党人的 这个总统参业当中呢 是高喊着说 我不值 想要结束 这样战争 我还想结束 令美国不断卷入战争的这种心态 说我们不能再这么做了 我们没了没了的在打仗啊 但是呢 当奥巴马当选上台之后啊 在2011年的确呢 撤军了伊拉克 但是呢 继续呢 参与的阿富汗战争 并于2014年的再度派兵的伊拉克啊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天天喊着要撤军 要停战 要反战啊 结果呢 反而呢 是介入了更多的中东战争 后来伊拉克完了 由阿富汗 然后叙利亚到利比亚啊 没有一个呢 而且到最后呢 没有一个能够妥善收尾的 你知道吗 从伊拉克撤军难看 从阿富汗撤军难看 叙利亚到现在没搞完 利比亚搞的一团招 没有一个呢 就是说你把一个 你把它搞好了 对不对 你进了之后 你立一个 一杆民主的大旗 对不对 你弄一个 就是说一个实验田 你向全世界证明 你看我美国人来了之后 我不仅仅是带来了这个灾难和伤害 我还带到这个自由民主和繁荣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看看伊拉克 你再看看阿富汗 对不对 搞成了这样子 就最后就没办法 说伊拉克呢 最后呢 发展出了一套呢 就是说民主和独裁呢 相结合的 就是不完全 因为美国要民主嘛 但是他又不行 不完全民主的 这么一种怪异的政治制度 经济呢 长期不稳 就算在油价高的时候呢 但是由于国内的 贪索问题严重 国家经济水平 及平民的 并没有呢 受到任何的好处 而且到现在为止呢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伊拉克现在深受伊朗的影响 成了伊朗的小弟了 在这个伊朗的里边呢 就是说参与的东西 参与度呢 非常非常的高 这来讲 对美国来讲 其实并不是一个好事 这就是呢 伊拉克战争的20周年 好 纽约时报的观点呢 其实跟中文媒体的观点呢 也差不了太多 大同小异 我想 伊拉克战争呢 基本上可以就是说 盖棺定论了 也就是 也就这样了 后边能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 我现在感觉伊拉克呢 跟什么伊朗啊 跟什么中国啊 越走越近 后边 据说阿富汗现在 也跟中国呢 越走越近 我不知道美国是怎么搞 美国在中东 这个在伊拉克20年 2万亿美元扔进去了 在阿富汗呢 越来越 也是差不多20年 也是2万亿美元 扔进去了 最后争完了之后呢 你发现什么阿富汗啊 伊拉克啊 伊朗啊 沙特啊 都跟中国越走越近 所以呢 我觉得美国应该要反省反省了 这到底是 这是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是不是 我觉得奥巴马那句话说的对 就是说我们 不仅仅要结束这场战争 我们还要结束的 令美国不断卷入这种 这种垃圾战争的这种心态 就到底什么心态导致的 还有呢 就是情报机构 是不是也应该 就反省一下 20年过去了 能不能稍微靠点谱 是吧 好吧 那不管怎么着吧 这个20年啊 弹指一挥肩 我到现在 我还记着 当年911 911的时候 那时候 哎呦 我们那时候也是 当时在一个朋友家 然后晚上约一块吃饭 然后呢 就突然就说 出了这个事 然后这个 我特别记得清楚 这个酒桌上 然后一帮人在那儿 就是开玩笑 开一款 就各种不道调的玩笑 都是正正不正确的玩笑 我也不跟你重复了 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嘛 它整个就那种宣传 宣传方式了 反正所有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刻 然后也特别突然 你知道吗 就是 对 我们那天正好是约了吃饭 然后当天白天的出来这个消息 那时候已经到他们家了 后来看到了新闻 你知道吗 反正 哎呀 20年 不是 从911的话就20多年了 但是后来 01年911 03年 然后偏说是萨达姆 说能跟本拉根勾结 要把斯卡姆也办了 03年就开始打那儿 好吧 反正 但是呢 有一点吧 我觉得往回来说一说 不管是在伊拉克 还是在阿富汗扔 虽然说是美国扔了2万亿 但是这2万亿呢 也不能说完全就扔给伊拉克 阿富汗了 因为那美国从来都不是说直接给钱 他呢 说了给2万亿 有时候给他之前他一些粮食 或者支援他一些武器 这个钱呢 实际上都给了美国的 都是跟美国的商人买了粮食 给了粮食 或者跟美国的军火商 买了武器 然后去给了武器 所以这2万亿 或者是这4万亿吧 不管是给阿富汗 还是伊拉克 这4万亿 实际上呢 肉烂烂在锅里 基本上还是让美国人挣了 当然大量的武器和粮食运过去了 这也是事实 但是你就他看起来吧 是个好事 但是阿富汗的情况是什么呢 阿富汗他这个土地呢 并不是那么肥沃 他养不了这么多人 由于美国呢 这些年的支援的大量的粮食 导致阿富汗呢 后来呢 还生了不少人 但是主要也是 也是以年轻人为主 生了好多年轻人 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国家 然后呢 现在塔利班过来之后呢 根本养不活这么多人 他的土地养不活这么多人 然后美国现在又制裁他 把阿富汗的钱呢 都给他没收了 冻结了 说把阿富汗的 好多人都说 说你不能这么搞 他国家赢这么穷了 你再把他钱冻结之后 他拿这钱买点粮食 可能还少饿死点人 现在美国也不管 所以阿富汗现在 为什么阿富汗现在想办法跟中国搞好关系呢 就是想看看能不能跟中国买点粮食 中国还不能跟谁买点粮食呢 你就想吧 就到这种情况 所以阿富汗后边真的是人间惨剧 你到现在历历在目 当年美国撤的时候 很多阿富汗人都抱着美国的飞机 到了天上之后 就拽不住了 就从天上掉下来 你就想这人惨绝人寰 好吧 这期就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